嗨 歡迎收看周末大爆掛 你好 我是阿主播李佩萱 轉眼這四天廉價已經進入到了最後一天了 星期天下午的兩點鐘 歡迎您準時加入我們的周末大爆掛的行列 我們的保主的午報已經結束了 所以歡迎大家幫我們在YT搜尋大新聞大爆掛 可以找到我們的子頻 幫我們愛用訂閱鍵 看到縮圖點個讚的 還有聊天室加入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討論今天的節目內容 也感謝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何仙仙的多次斗內 他說周末爭論最佳選擇精彩點評 林隆底嘉 餘政的次數有減少的趨勢 天佑中華民國平安加油請寬心 他也說今天是言論自由日 很喜歡這句話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 但我是此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共勉之 也感謝手手的斗內 他已經先提前要支持董哥的正義之聲了 講到言論自由日 我們今天也會談 因為我想在座的幾位 包含連我 我們如果在賴清德口中的 執政之後的新世界 我們可能四個人都會被送勞改 我不太知道是不是 綠共時代正式來臨 因為但是賴清德宣布520執政之後的三件事 聽了讓我們瑟瑟發抖 蠻可怕的 而且聽起來頗有共產黨的味道 除此之外 我們等一下會先談一下國會 尤其在藍營的提案 要修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當吳思瑤在喊說 是不是把議事廳當足球場的同時 他可能忘記 2019年當時的台中市議會裡面的場景 這一些新潮流的議員們可是真的拿著紅牌 在對盧壽宴舉 這個場面等一下我們圖片會讓大家來回味一下 當然韓國瑜呢 他去大甲媽之後 後續的一些這個輿論都還在討論 尤其也看到了他的第二次開機 亮跟個大戰他是二度蛻變 那也要對比現在正式在賣聊Lonestate的柯文哲 昨天開的晚上的這個跟青龍的對談直播 可是坐在C位的恐怕還是他自己 大家已經忽略了真正要選的其實是林一里 那當然林一里他這個部分呢他也是在一旁沒話聊 而且因為他曬得相當的黑啊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等一下也會來讓我們的 這個來賓來討論一下 這波操作到底能不能成功把科票轉為是林一里的票呢 那當然我們今天還有背一題比較有趣的議題 就是故宮他的明年就是他的故宮百年慶了 可是呢他的修復計畫兩年前曾經規劃 希望在入口處前要去設一個入口庭 這個入口庭呢就明顯的是要變得比較西化 比較玻璃的帷幕 可是之前就已經被打槍了 想不到兩年後捲土重來 現在又要再闖關一次 那難道是去中化玩不膩嗎 今天都將談好談滿 今天歡迎我們第一小時非常優質的節目來賓 我們的歷史哥林一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的搶新委員 大家好 我們的汉田議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那我還是要先跟大家預告一下兩件事情 首先是我們的報掛後援會的粉絲見面會 是在禮拜二的下午4點15分登場 所以呢歡迎觀眾朋友們 如果您是已經加入我們的報掛後援會的會員的話 大家一直在問說什麼時候可以再進一步的聽聽看 我們的會員獨享的線上見面會 也歡迎大家幫我們備妥一些 如果您真的想要發問在過去這段期間 你可能對報掛有存在一些問題或是建議的話 都歡迎好好地利用一下我們禮拜24點15 我們可以當面對談的機會 而且我們算是私聊啊 那如果你也想加入的話 就歡迎在這段期間幫我們先成為曝瓜後援會的會員 然後我們到時候線上面對面 再來好好聊一聊 請記得星期二的下午4點15分 那當然祈福福袋一樣可以點起來是在我們中天新聞網的APP 點擊在首頁的不管是右下角 正下方都可以選擇 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願望 像是希望自己的財運大發 希望國泰民安 希望重返五二 還用顏色來去做區隔 再完成您的這個暱稱還有祈福內容 它會跳出來 暱稱會出來 祈福內容會在下面的跑馬燈 只要完成董內付款流程之後 就會蹦一聲這樣子蹦出來 讓大家看到您的最新的祈福福袋的願望 也歡迎大家愛用這個功能 請到我們的中天新聞網的APP 一起來響應 好 那我們就先來講國會吧 我們在巧新委員呢 來好好幫我們評一評攔毀 現在這個大家有版本很多 我知道啦 就是在不同的 我們這次國會有沒有什麼需要特別修改的 這是強哥提案的 他在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的這個修正上面 他是講到說 如果行政官員被詢的時候態度傲慢 甚至有反質詢的狀況 主席可以制止 必要時也可以請官員離場 我們直接跟大家update的進度 就是在講 羅志強 他 這是吳四雕講的 羅志強把議場當秀場 更把議事廳當作足球場 不聽話的官員居然可以吃上黃牌 紅牌可以驅逐出場 讓人啼笑皆非 大家是否忘了2019年 這我們大家可沒忘耶 每個人印象都記憶深刻 就是那時候呢 盧壽彥可是被一群台中市議員 我講的是民進黨籍的 更要講的是新潮流的這些人 他們是真真切切寫 Get out 然後紅牌 不只拿紅牌 上面還寫了紅牌 對不對 盧壽彥 市政施閣 Get out 然後當時就不斷一直舉舉到最後盧壽彥還笑笑的跟大家說 其實我是一直很客氣很禮貌的跟大家在這個備詢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要請我離開 但是他們舉個媒婷最後只好狼狽的離開了 當時是如何對盧壽彥的 現在對官員不行啊 曉欣 其實我們在看到地方議會很多都有把這個官員趕出場的 而且不只有台中而已 很多地方現實都有 那主要就是說當民意代表在行使這個代表人民 來詢問官員的過程當中呢 官員理論上他是不可以反問反質詢的 因為質詢是明代來質詢官員 不是官員來質詢明代 所以那兩個台子一個叫做質詢台 質詢台上站的是民意代表 另外一個台子叫什麼叫備詢台 所以你今天官員來你是來備詢的 也就是你是來回答這些立法委員或是議員問你的問題的 所以坦白說他們沒有發問的權利 他們沒有反問的權利 他們只能針對民意代表所發問的問題如實回答 再來他們也沒有也不應該有所謂說謊的權利 所以這幾天我看到我最覺得顛覆我三觀的 其實就是林志杰跑去這個公聽會上面 在立法院裡面公聽會說 我們應該要捍衛行政官員有說謊的權利 如果這樣還得了 還有揭默權 請問如果這樣的話那大家還要質詢什麼 基本上就立法院廢掉好了 行政院的無限擴張 立法院所擁有的權利本來就不多 比方說像是檢調他能夠做到的那樣的調查 立法院是沒有的 所以立法院最主要的幾個重要權力 除了審查預算審查法案之外 最重要就是質詢 那透過質詢的過程要求政府官員回答 那把他們所做的事情如實的陳述出來 我們才能夠去評價 他們有沒有哪裡做的不夠好 有沒有哪一些政策是應該要改進而未改進的 這就是在每天的過程當中去多促這些政府官員把事情做好 那現在民進黨連這件事情都要剝奪立法委員的權利喔 因為官員他就是不應該反質詢在地方議會皆然 那現在民進黨竟然針對這個羅志強委員所提的法案 他們看起來是反對的 所以你們是怎樣 你是覺得官員可以反質詢嗎 你們是支持官員反質詢嗎 那我也要提醒民進黨喔 今天你們是執政但有一天你也會在野啊 所以我們今天提這個案子 不是去看說因為今天國民黨是在野黨所以提出 有一天國民黨也可能執政啊 那難道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國民黨的官員就可以反質詢嗎 也一樣不可以 所以這個法定下來以後是不分藍綠不分朝野 未來那隨著時間的替換可能有人在朝有人在野都通通使用 對所以我認為應該是要確保立法委員的質詢權沒有錯 只是呢有的時候我也會想一想 這個法律喔聽起來是很有道理 但實務上做起來以現在政府官員的尿性的話 基本上應該每一個都直接離場 因為我們這個法是管君子你知道嗎 他是先假設了說官員都很負責任 然後很希望在台上繼續為他的政策辯護 繼續替他的這個政策做說明 所以他會希望留在這個備詢台上繼續講 但以現在民進黨政府這些官員我認識他們喔 可能很多人就故意講一講然後激怒你 然後你把我趕出去我就算了 我也頭也不回啊我也沒有要回來跟你講 搞不想被趕出去 對啊搞不想被趕出去 被趕出去之後就沒我的事啦 反正民進黨的支持者也不會對我這樣子的一個態度有反感嘛 欸可是如果真的這樣說法成功的話 趕出去是指在這個委員質詢的時候他要必須迴避 還是說他今天就這樣沒了 其實要應該是他這個委員的時間啦 他等一下應該還是要回來 可是沒關係啊 反正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他們問的時候哪一個不是好生好氣的 辛苦了喝杯水休息一下 對啊每個人都開開心心溫溫和和的啊 所以說他只要他就變成是說他可以濫用這一條啦 就是因為強哥他這個真的是管君子 就他真的是假定說大家都很負責任 可是我所知道的這個現在的行政官很多人根本不負責任 他根本不想跟你回答 我舉個例子好了 陳耀翔他態度是什麼 他難道會不知道不能反質詢嗎 他甚至啊有一次在質詢的時候啊 葉元支在我前面一個 葉元支就說呢你為什麼要把這個中天案 鳳凰雲的那案推給前朝 他開始跟他說我哪有這樣講我哪有這樣講 然後講老半天他明明就有輸 然後後來因為剛好那個葉元支他沒有戴手板 也沒有放powerpoint 所以他就一直說我哪有我哪有 那我是他下一個上去的 我就直接秀給他看中天的畫面 你就有 有你就有啊 然後他又開始扯那個文字怎樣 什麼插一個字怎麼樣的 沒有我就講就是有這種皮在癢的 他基本上他就是想跟你爭吵 然後浪費你的時間讓你什麼都問不到 所以即便是這樣的規則通過之後 也會形成一個怪象就是 他繼續跟你吵你把他趕出去 他就死皮賴臉我就出去就出去啊 我出去就不用回答你的問題啦 那你什麼也沒問到那我也樂得開心啊 就是這種皮在癢的官員很多 那所以回到源頭啦 我覺得國會改革三法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把他趕出去說不定他很爽 但是呢要罰錢的時候 哇每個人辛苦賺的錢自己會有感覺 所以在這個藐視國會罪裡面 如果官員在國會殿堂裡面做了不實的陳述 是要罰錢的是要除以罰還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官員他們才會真正的去審視說 那自己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 這個有多重要呢我要跟大家說 呃像先前我在追的一個211的憲兵智商案 那在追這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縣指部的指揮官他直接在大庭廣眾之下 在國會裡面就講說我已經看過他三個月翻表了 他都是站二卸六後來才被爆出來說 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你說藐視國會罪重不重要呢 他可以明明就沒有去看 或者是說他看了明明不是這樣 二選一 但他在國會殿堂裡面他想 這些資料他們都是用密件 他不會讓你來看 所以不管他說什麼 可能都沒有人會知道真相是什麼 然後呢他就胡亂亂打 那可能很多人看不下去了 後續才去爆料 所以藐視國會罪重不重要 我認為非常重要 那所以不管是立法院行使法 或是藐視國會罪這幾個法 為什麼要推 都是來自於現在的民進黨的政府的官員的態度 越來越囂張 越來越乖張 對因為其實我們在談這一題的時候 已經是節目的最尾聲了 所以當蜀惠議員正在解釋台北市議會 之前這個無私老師如何的濫用這樣的情況 而現在居然變成是好像反過來說 不可以這樣做 那可是我剛好因為那時候已經要準備結束了 所以我現在想請漢婷幫我們補充一下 台北市議會應該是可以請官員離場的 那但是實際在實行上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還是因為台北市議會通常遇到的部會首長 還沒有這麼乖張 還不需要到這種程度 所以過去很少使用呢 過去比較少使用 自從我上任以來 我基本上還沒有看過 比較常看到的反而是議員呢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帶著大批的群眾到現場 樓上來所謂的官吏 但實際上是進行抗議的程度 那這當然也都被議會的同仁 以及最後所制止 因為這樣的規矩實在是不符合文明 那實際上過去以來 因為台北市你說在柯文哲時期 然後或者在過去的郝龍斌時期 整體的對立沒有那麼樣的嚴重 那也沒有上綱到整體藍綠 意識形態對決的大的案子 所以比較少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而且呢台北市議會的素質 通常來說比較高 所以大家呢 其實民間對於議員的表現 也都會自有公平 那比如說那一些比較兇悍的議員 那他可能對官員會有一些 比較積極跟強烈的表現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現在是我說話 現在你不要講話 那或者呢就是開始 反正他就不讓官員說話 因為在過去以來 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基本上還比較 也不能講唯唯諾諾啦 就不會像是現在民進黨的部門 如此的乖張跟囂張 就是呢 去跟議員大小聲的嗆聲 因為議會的職權 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強悍 因為畢竟整體的預算 都掌握在議員的手上 而且呢很多議員也都是老資歷了 所以行政部門其實是比較害怕 議會的職員的 那也因此呢 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大部分的時候 台北市的政府官員 基本上都會放任議員 謾罵 反正你要罵就給你罵 因為罵完了之後 反正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照做就好了 那甚至有一些的行政部門官員呢 他比較會跟議員 就是彼此磋商 彼此瞧一瞧 或者有些呢 還會配合演個戲啊 或幹嘛的 比如說之前呢 我們就會有一些部會說 可不可以拜託 除了一些基本 比如說探聽題目啦 先來打聽一下 你要問什麼東西 那甚至有些比較誇張說 希望能夠請議員 配合幫忙 問什麼題目 那這樣行政官員 作答的時候 比較不會被打臉的感覺 套招 那通常我是拒絕這些東西 通常是拒絕 那基本上呢 是說台北市政府 府會的關係 相對來說比較和諧 為什麼 因為他不像民進黨 現在的官員囂張跟傲慢 因為他是執政黨 而且呢 他就根本不care 你國會議員在幹什麼東西 那在台北市議會 通常來說 行政部門要比較尊重 所有的台北市議員 所以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 那比較多 偶爾會有一些極端個案 比較積極激烈對抗的 那你看到所謂激烈對抗 也就是台北市議員呢 會罵得比較大聲 會吵得比較兇 然後對市長 會有比較多的人身攻擊 就不論是對柯文哲 或是對蔣萬安 都是人身攻擊比較多 但是談論市政比較少 或者呢非常 因為他也只是要取悅他自己 特定的支持者 那非他的支持者 或普通人就會覺得 你這個實在是 沒什麼必要 所以如果套用 在國會上面來講的話 主因實在是 現在的民進黨官員 太傲慢 太惡劣 所以才會希望 有這樣一套的機制 可以去修理這些官員 要讓他能夠講人話 而且呢 是要讓他能夠聽人話 因為過去我們不僅是會懷疑說 民進黨這些官員 他到底是聽不懂呢 還是聽不見 怎麼我們質詢的東西 他往往是問A答B 不然的話呢 就是他根本不讓你問 他就自己在講他的 因為反正六分鐘的時間 或八分鐘的時間 他就在上面鬼扯蛋 他扯完了之後呢 你的質詢時間就被浪費掉了 所以這都是比較可惜的 因此才需要定出這個規則 因為過去來說 這種所謂國會當中的禁止反質詢 算是一種潛規則 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這件事情 但是他並沒有明文規範 或者他沒有強制力跟拘束力 只能夠邀請主席來做制止 但是主席如果制止不理的話 那其實說真的 就也沒有什麼辦法 所以才會定下說 希望要能夠把他請離場的這件事情 這樣子才能夠讓這些行政官員 有所警惕 我也認為這才能夠符合 本來應有的一個 國會跟行政部門監督力的規範 那你說如果沒有這個規範 會怎麼樣呢 我認為那其實也是要靠 每一個委員自己的本事 就是說這個委員有沒有辦法 察覺到行政官員在對你反質詢 或有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知道說 這個官員在胡說八道 或有沒有辦法除了 就是透過主席制止 跟讓他離場之外 再展現更多的本事 所以第一個我認為 這個規範的制定當然是好的 第二個我也認為所有的國會立委 也應該訓練自己良好的本事 不要說當行政官員大小聲的時候 你只會趕快請裁判來制止 因為更需要的是訓練自己的質詢能力 在這個其他的方式上 讓觀眾知道這個官員在胡說八道 所以規則要制定 但是委員本身的質詢能力更要加強 感謝我們的一些觀眾朋友我們的斗內 感謝林劍谷的斗內 他說先斗內跟這個戰力破表的 可愛空戰天后小星委員 這下一代的未來就靠你們 年輕友戰力的委員們來改變了 加油如果讓人民有感 年輕票期待是可以突破的加油 也感謝前鋒的斗內 說我們家的小星真好看 感謝這個何千千的斗內 官員反質詢確實沒有道理 可是他認為呢 這不要臉的官員 應該很希望被趕出去吧 就像剛剛小星講的 他說賺翻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罰錢會比較好一些 感謝TT的斗內 雖然已經過了好幾天 不過前幾天 綠色名嘴直接在節目上點名 要小星用對王必勝的態度 來監督侯孟凱地震之後 去看棒球這件事 小星應該也覺得這實在很鬧吧 我們先盡管 還是你先幫我補充一下這一段 我講一下好了 其實呢 當天就是在地震的當天 國民黨本來晚上都有很多的聚餐聚會 那有一場比較重要的是 那雙北大家都會一起 就共同定期的聚餐 全部都取消啦 就是因為我們都覺得當天是不宜的 那但是 你說新北市他們的災情 那是不是比較 在洪孟凱的選區 嚴不嚴重了 有沒有都解決了呢 如果但凡是在他的選區裡面 有非常嚴重的地震災害 我相信他是不可能去看球賽的 絕對不可能的 但是因為他們一整天下來 新北市已經把他選區的部分 那該處理的都處理好了 那他當然他可以去 所以我覺得那你們要不要去看看 盧秀燕市長他去新加坡的時候 民進黨包含他們的議員 是怎麼批評盧秀燕的 你們有沒有用對王必勝的標準對他 甚至盧秀燕他一到 他一到新加坡下來第一件事情做什麼 開視訊會議 馬上跟他們的整個災害應變中心同步 然後當天台中也沒有什麼 比較明顯的災情 全部都處理完畢了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當時王必勝這個所謂保齡案的案子 他們到底辦到哪裡了 現在辦出一個進度沒有 當時就是在前線都在積極的 在查辦的過程當中 那他自己本身呢 卻是在這個白天的時候去捅別人刀子 晚上的時候自己去唱歌跳舞 才會讓大家有疑慮嗎 這跟洪夢凱到底有 有什麼可以比較的地方呢 那我們也來補充一下 其實根據剛剛講的盧秀燕的話 台中市議會我們這邊也調出來了 他的議事規則其實裡面也確實有規定 就是有很多這個官員或部會首長 或甚至是市長 他們這個應該遵守的規定 那如果違反前幾項這個規定的話 主席應該制止 那今制止無效情接重大者 確實是可以得令其離開會場的 所以台北市議會 台中市議會其實都有這層規定 可是歷史哥 那這樣等於像許明春 那種還要自己離場的這種 就講一講他不要做了這樣 可以走回位子的 這些官員就很高興啊 還是改為罰款就好 我覺得這是牽涉到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如何罰小人而遵君子 那君子你不用擔心嘛 這些條款他根本也又不到 就像是剛才漢廷有講到 台北市議會的狀況 跟巧欽講到立法院的狀況 那不是跟天壤之別吧 因為台北市議會 這些官員 再怎麼樣他還是要理要皮的 因為其實民進黨 他的邏輯是這樣 他把選舉 我們是在跟他講說如何治國 所以治國要怎樣 是君子之爭 他是怎樣 他在搶奪權力跟預算 他在搶錢跟搶權 所以他是生死之爭 這落差就非常的大 所以比如說我們舉點歷史的例子 比如說你看那個宋代的這個新舊黨征 這是君子之爭沒有錯 那大家真的頭破血流 大不了流放嘛 那最有名被流放 全世界滿趴趴走的叫什麼 就蘇東坡 就蘇市 對不對 那他四趟他地理蘇澈也常被流放 那蘇東坡就到處跑啊 為什麼他沒事啊 所以他就研發了很多美食啊 比如說這個吃這個魚生 就是生魚片 然後到海南島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這個搞了這生魚片 東坡肉的改進啊等等啊 可是呢倒回來講啊 那明朝的這個東陵黨 真的就生死住了 那就不一樣啊 那下去是要死人的啊 而且其實不只東陵黨的時候啊 包括呢這個像明家境地的時候 他也是這個樣子 這個如果你倒台的話 有些首輔是直接被砍頭的 這不要開玩笑 所以這座民進黨來講 他的思考邏輯啊 他比較像什麼 他比較像菸黨的人 那就是來搶權力的 我給你客氣了 我就說把你弄死了 不弄死 我今天不弄死你 改天就被人家弄死 所以我們應該從這個思維來思考 一個問題就是說啊 到底要怎麼樣去處理民進黨的人 如果說我們今天用君子之爭的法規 那肯定是拉 肯定是拉不住他的啊 所以我想一想啊 他們最在乎兩件事嘛 一個是權利 一個是錢嘛 罰錢是最好的 那罰錢那要分喔 你說一次罰太貴 會不會到最後啊 這個變成說 有點不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我就可以記點 我們應該把這個 所謂的藐視國會做細化 什麼一次兩次三次 那誰來當裁判呢 由院長或者副院長主持議事的時候 來當裁判啊 院長副院長主持議事的時候 他可以有怎樣 有可以更多的院長的一個裁量權 我們應該放大一下 你說那會不會未來的時候 這個變成民進黨當院長的時候 那完蛋會不會被他搞死 我跟大家講啊 這個國外常常發生啊 一招天子一招成 一招天子一個法律 這個國會今年是屬於哪一個黨主持的時候 抱歉喔 就會修應相定的法律喔 所以真的要不要再想說 修一條法千秋萬事 沒有這種東西啊 這一次現在目前 就是這樣的一個國會 國會是由在野黨為多數的時候 就應該盡可能讓這個國會可以撞起來 而不是讓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在那邊主導議事 所以你應該要怎樣 充分的利用說 院長副院長現在是國民黨的 所以韓國瑜跟江啟成 然後呢修訂相應的法律 給以院長多一點權力 給委員多一點點權力 然後呢讓他有這個工具 因為你今天在想啊 君子之爭啊 工具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支持嘛 那無恥之子無恥以啊 這些人根本無恥 你怎麼搞他 比如說剛才提到陳耀祥 陳耀祥這個人還要臉皮嗎 一點臉皮都沒有啊 這王八蛋一個嘛 那你怎麼辦呢 那你知道怎樣 你要有工具啊 工具才能處理他啊 否則的話永遠只在那邊 主席暫停一下 暫停一下 他還笑你兩下咧對吧 對不對像上次這個 王世堅兼歌 在修理這個速發部的 這個副部長的時候 你看他那個那個樣子 有沒有 我很生氣讓我休息 讓我暫停三秒 我生氣一下 問題是 對方是什麼一個態度 對方還是一個 這個沒臉沒皮的樣子啊 繼續在那邊鬼扯淡啊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啊 就是說你要給他一些工具 而這個工具是真的會痛的 比如說呢 這個罰環就是禁止喔 明定禁止喔 他的所屬單位來繳納 而且呢怎樣 直接罰縫 不要直接在他錢給他再罰縫 沒有 這罰環就直接從他下個月行想扣掉 而且要等地制 第一次罰三萬 下次罰五萬 再來十萬最重可罰一百萬 我看你怕不怕 三萬五萬你不怕是不是 我就一直累進啊 然後呢 這個還會遞延喔 你比如說你半年內再犯 那就再加上去 那如果你半年沒再犯你可以扣一點 比如說你犯一次加一點 犯兩次加兩點 然後依此類推 這就很像什麼 我說真的這些人就是很像鄉民一樣 我為什麼這個想法大家知道嗎 因為我以前管過的PTT NBA版 做版主啊 我們這個就有這個祭典制啊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啊 靈完不靈啊 進他水準他也沒在怕的 你比如說錯一次進一個月 他沒在怕 他就是一個月出來 又給你這邊亂 亂完又進去 所以最後我們就發明什麼 累進制 一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 兩年十年看你怕不怕 那個在 因為PTT沒辦法罰錢 只能罰他不能發言嘛 那可是在國會就可以進雷啦 對三萬五萬 十萬二十萬五十萬 一百萬看你怕不怕 以後每次給你罰一百萬 你看你還敢不敢 通通扣你的縫啊 而且呢可以延續哦 縫扣完你下台對不對 那就變成 國家對你的罰單寄到你家 還可以對你查扣 如果是這樣 我相信這些官員就害怕了 因為你沒有工具 他們不會害怕 那你說啊這個 如果說出現這個問題怎麼辦 沒有關係我跟大家講 就是呢 因為這個立法委員會選舉嘛 如果下一次 這個有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每這個半年 會有一個機制 他可以檢討 那至少讓目前的多數黨 可以有權力 在現在這個嘲笑野大的狀況之下 可以一定程度的遏止這些小人 這些小人他沒有別的嘛 他就是一群搶匪 你對土匪跟搶匪 你拿出警棍他會理你嗎 你當然直接槍就拿出來啦 還跟他拿警棍 這個才是我們今年 既然是看到這個行政院 非常囂張的樣子 你只能這樣子 才能夠去制止他 再來我必須講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過這個 很胖的主席 真正怎麼樣來 這個遏止說官員囂張 跋扈的態度 大家記得許崑遠嗎 許議長是我們高雄的 已故的議長 他以前打城局的時候 哇 那個真的是大快人心嘛 那時候就囂張啊 講白了就非常囂張啊 所以主席其實有時候 可以拿出一些態度 當然我知道 現在韓院長江副院長 現在剛上任沒多久 需要累積一些credit 然後他需要持穩一點 但是如果再過一堆時日 等到他的形象比較穩定的時候 其實可以不妨 對於這一些囂張跋扈的官員 給予多一點的壓力 我必須講真的 因為維護意識真的 這個主席要拿出一點力量 然後呢相關的這個法律 法律的完整一點 因為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們立法院其實很多質詢 他的法律其實是非常均質的 為什麼台中市府台北市府 都有這些反質詢的法律 奇怪地方的立法 好像都比中央還要超前 包括我們之前討論到了 這磁克膜事件嘛 為什麼地方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像台北市議會這種 這個你時間到了 他就排得很緊密 為什麼呢 因為台北這個到了立法委員的時候 大家一般會認同 我就有個歷史工業 也不算歷史工業 一個歷史的基層 就說想說啊 那個做自己法律議員 氣質也沒品也有價 對不對 沒價也有基本的地質 就最基本的一個 基本知識程度 結果我們沒有想到 永遠有人可以打破我們下線 那就民進黨 你怎麼知道說民進黨立法委員 或是綠的立法委員 永遠都有這種呢 那其實上也不只綠的啦 有一些過去啊 這個 不管是藍的 或其他在哪地方 也有一些 不太行的嘛 但為什麼現在國民黨這些相關 不太行的比較少呢 因為我告訴大家 這幾年也被民進黨血洗的差不多了 也比較沒有戰力的 但依序也都下去了嘛 那這就相對照啦 因為過去8年民進黨執政 過了很爽啊 所以爽久的結果就是 雜魚爛下越來越多啊 而且他們更重視權力安排 而不重視他們實質上福國立民嘛 所以賴清德這一屆的部分區裡面 你看洪森漢到底還幹嘛的 對不對 亂七八糟 那奇怪 明明一個綠電立委 到現在每天我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就搞不清楚他在幹嘛 怎樣 監督這個風機 海上風機 可不可以阻止共建登陸嗎 這個是洪森漢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最大的功能嗎 我不知道 因為巧欣也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再幫我看著他一下 就是你會覺得說這些人 到底專業在哪裡 沒有專業 就一件事 叫權力 再第二件事 平衡 就是民進黨內的派系分章 平衡說到哪好聽啊 說到哪聽就是分章嘛 所以要如何應對這些東西 我就有這樣的一個步驟 那最後我再講一個 那叫工具要有相應的懲罰 譬如說他被罰款的祭典對不對 我覺得相後續 可以由立法院來組織調查委員會啊 做行政調查做行政官員 他過去到底做多少這些事 相關的事情折成之後呢 直接進附交移送 移送懲罰 看是要怎麼罰款 另外再加罰 他如果說他是 除了祭典之外 還有調查過去的紀錄 本來我想說移送監察院比較合理 但大家也知道 現在監察院就是個殘廢 被承舉王懷 所以呢 這個 所以你看喔 一個政黨長期執政 能夠多腐敗 就能有多腐敗 能夠多墮落 就有多墮落 所以我是認為 關於這個反殖學問題 真是太嚴重了 到現在 他們已經是少數了 還這麼囂張 那應該要硬起來 相應的法律工具 還有呢 包括院長各個委員 都要加把禁 把這個自己的力量拿出來 我發現同意漢廷所講的那個嘛 就是說你自己的能力 你要去進化 你自己的態度 你要去強化 那這樣子才不會要 辜負老百姓的託付嘛 否則的話他們接下來 又開始用民調帶風向 最近不是有民調調出來 欸 各位現在大家最不滿 最滿意的是國民黨 最滿意的是民進黨 這是什麼回事 那他就是抓到空隙 他永遠不會放你 這個甘休的 所以 我是認為現在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君子之爭 只有 戰鬥 還有戰鬥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們 董內感謝前鋒的董內 說巧心巧心得第一 妥妥的第一 不接受任何的反駁 感謝我們的減肥中程序員的董內 他說想太多了 護黨的官員下台多了 是更肥的缺 哪怕是區區的罰款 感謝TT的董內 說對於民進黨 一直掛在嘴邊的違憲 甚至恐嚇通過了 要違憲 他還是希望國民黨 可以有反制方案 感謝陳燦耀的董內 說有罰還的立法院罰則 估計會需要司法部的 法令規範等修正 實際執行罰金要繳到哪邊 也會有爭議點 這難度是頗高的 但不管怎麼樣 藐視國會各種不負責任的論述 確實是跟做偽政是有類似的行為 實際上是應該要有著行責罰度的 不然行政團隊在質詢時 可以為所欲為的亂講一通 事後再發聲明稿修正 等於每天都在打假球刷媒體 支持前鋒繼續抖內 感謝我們陳燦耀老師的抖內 這個小新 當然這幾天從地震發生以來 民進黨一直在刷 一直在帶一個風向 就是你們藍營或是藍白 都想要把這特別預算修法刪掉 讓國家在急難時 在災難時 有可能會沒錢可用 那最新的進度就是 民進黨團這邊講 國民黨變稱說 災害重建可以用預算法的 第83條第三款的重大災變 來編列特別預算 可是因為災後的重建 是很漫長的 就有可能要涉及到修繕橋樑 路基 公路 這時候就得用上所謂的第四條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的重大正式 所以他現在怎麼樣 就是一定要讓第四款 要上車就對了 那但是你更別提了 整場地震發生到現在 小新你用了一句話來形容 叫做綠營用喪事喜辦 就相識喜辦啊 就是他們大概分成幾個點嘛 第一個呢 先開始吹捧自己這個綠能 多厲害又多厲害 還沒停電 那實際上我講過很多次嘛 因為這次的震樣不在西部 在東部嘛 那所以你根本就不是一個 檢驗的基準嘛 我們要思考的是 如果發生在西部那怎麼辦 那問題會多大 第二個他們開始是造謠說 核一廠的這個廢水噴出來了 你們還要停核能嗎 完全不顧世界潮流趨勢 以及那個所謂廢水溢出 它整個回收過程都是符合 原本核電廠就有的SOP啊 所以他只是證明了 核電廠很安全而已 即便有廢水 他都有整體的SOP 可以把它收回 這是他對於地震的相關處置作為嘛 那再來呢 他們就開始這個 繼續的去造謠一件事情 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他們現在要主攻 這個所謂特別預算的修法 其實這次特別預算修法 我記得好幾個版本 王宏偉文也有提 然後徐欣英文也有提 那基本上大家是針對哪一個部分 是針對裡面的第四款 裡面第四款他講到說 不定期或一次性的重大證事 政治的證 政治的證 那可以編列特別預算 那這個是一個空白授權 所以過去包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等等很多都是針對這個部分去編的 那徐欣英委員也並沒有去刪掉這一條 他只是講說在這一條下面 如果要動之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我就問哪一個預算動之 是不需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基本上都應該要經過啊 今天就算是好有重大災害 你去編列特別預算 經過立法院同意怎麼了嗎 你覺得因為民進黨 現在是執政黨 所以發生重大天災的時候 你要編特別預算 錢真的要花在刀口上的時候 然後國會不會不通過 為什麼要怕立法委員同意 才能動之這件事情啊 本來在審查預算 動之預算這個部分 你就應該要接受立法院的監督嗎 再來我們像現在到目前為止 那大地震發生到現在 我們也投入了不少的資源 請問是使用特別預算嗎 並不是耶 是使用二倍金耶 不然你二倍金是編假的 本來我們每年度就有編列二倍金 它就是要在天災人禍的時候 政府可以立刻拿出來使用 那我問這個預算 有沒有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有嘛 因為我們就知道說 這筆錢是如果今天要救災的時候 能夠去使用的 所以每年會審核這個預算 通過以後你就有這個額度 可以拿來運用嘛 如果真有不夠 比方說真的發生所謂的 重大國家的災害 或者是說假設有戰爭 你需要編列特別預算的時候 那你在編啊 這個條款都沒有刪除啊 你在編如果今天發生戰爭 需要經費的話 你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 會故意不給你過嗎 不可能嘛 我們還有民意的壓力啊 但今天如果你又要故技從事 繼續搞什麼這個基礎建設計畫 搞什麼疫情期間的特別的預算 你要用這種跌床架屋的預算 一來是假裝自己的財政狀況很好 二來是裡面的模糊 五他沒有辦法接受被這個立法院監督 三來他是一個空白授權 你想怎麼編就怎麼編 那所以當然我們沒有說都不能提 可是你是不是應該要經過立法院的同意史的動之呢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結果民進黨竟然完全不顧自己應該要守好人民的荷包 要在那監督的角度 還要幫行政院繼續去擴權 有看過這種立法院嗎 有看過這種民意代表嗎 我另外講一個 其實這個是我講很多次 因為我很看不下去 就我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當時在那個巨嬰質詢事件的時候 有傳出說他們30分鐘變15分鐘 對 要說短 原來他們有內規啊 他們內規叫做說 因為要讓行政院的官員早點回去 不要被問那麼多 所以你們都問15分鐘就好了 所以這不是第一次立法民進黨的立委 要幫民進黨的行政官員去擴權耶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所謂的修特別預算的這個法 是相當合理的啊 他沒有刪掉重大災害 沒有刪掉說 你今天有重大國家經濟 或者任何變故的時候 可以使用特別預算 但是他我們希望你不要去爛編 不要去爛用 不要去爛花 所以每一筆 我們都希望能夠看過 確定錢是花在刀口上的 這個合措只有 對 所以我會真的認為說 這一次喔 他們針對這個特別預算 做這麼強烈的攻擊 是因為賴清德上任之後 他們正在考慮 要透過特別預算 去編列潛艦 第二艘到第八艘 全部要一次編起 我直接告訴大家 如果他們這樣編 我百分之百會站出來反對 因為我認為 我們不反對潛艦國造 可是你是不是一艘船好了 之後再編下一艘 為什麼你要一次把第二艘到第八艘 一艘要220億 八艘你扣掉第一艘 二到八艘加起來的話 就是多少錢了 是一筆非常大 幾千億的這個數字 那你如果一次編了這麼大的一個 特別預算編下去的話 中間如果有貪污 腐敗 舞弊 請問你要怎麼抓 你一定是 像目前 為什麼邱國正跟民進黨 有一些官員會鬧不合 就是他當時反對這件事情 他認為說 我們不應該把整個潛艦國造的預算 從第一艘編到第八艘 應該是第一艘編完了之後 你真的通過下水的測試了 這個船舶相關的測試了之後 確認第一艘沒有問題 我們再來編第二艘 開始第二艘 你一定是這樣子 一艘一艘往後編 因為那是很大筆的這個預算 那怎麼會現在開始思考說 我要第二艘跟第八艘 全編編特別預算 所以因為 因為大家可能沒有把這兩件事情 連結在一起 所以看不懂 為什麼民進黨 要在這個事情上面這麼堅持 因為如果未來賴清德 他當上總統之後 他們要編一個 第二艘到第八艘的連續的預算 全部兩千多億直接編下去的話 那就會用到第四款 因為他不屬於重大災害 他也不屬於什麼國家經濟 什麼事變故 沒有 他就是一次或是不定期的重大正事 所以這樣的話 這筆錢要經過立法院 同意才能動之他們反對 所以我認為這完全就是為了要接軌 之後賴清德可能要編一個 二到八艘的潛艦預算 所以我真的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非常反感的 我覺得 我們不是不要潛艦國造 我們不是不能編預算 但是你不要 第二艘直接編到第八艘 你要建好都是多久的事情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去浮編呢 我想補充一下潛艦的事情 因為大家一定會想說 這樣子到時候就是國民黨 反對國防 我必須講了 民進黨再過分一點 騙人家不知道 首先第一個 日本前陣子 下海這個新的潛艦 才100多億而已 性能比你好好 我知道他們現在一定會講說 我們第一招國哨 本來就會比較貴 他這完全違反大家對軍事的原則 跟邏輯計劃會有編計劃 美國一樣 他長年都有這個航空母艦的計劃 10艘 比如說他現在福特級 他又變了好幾艘下去 可是有計劃不代表有預算 他會有一些先期預算 但是不是整招建造的預算 我們現在這樣的編什麼意思 第一個 我們的潛艦性能 能不能達標是關鍵 再來呢 其實這種所謂自治心治的顯艦 他都有一個關鍵 他是一邊做 然後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會每一艘每一艘都做尾條 跟魔改 沒有人一開始就說 我全部就照這樣子 復刻全部做好 有這種事情的 這全世界就是 你中華民國海軍這樣幹 就你民進黨政府這樣幹 有這種東西嗎 那想也知道 裡面一定藏的藏物納過嘛 而且隨著這個潛艦 他的製造 越來越穩定的時候 他很多的相關的成本會削減 結果你每一艘 你一共第一艘原型艦的預算 用第二艘定了一個架 之後你就這樣子復刻全部 你要不要臉啊 這是要臉不要皮 這是到太誇張 所以可以見得裡面 有多少的東西 難怪黃曙光這幾年紅到 搶得來不掉 這關鍵嘛 邱國鎮為什麼跳出來 他們裡面當然很多搖產 邱國鎮是陸軍什麼 其實這不重點 邱國鎮知道一件事情嘛 如果你把所有的預算 就算你用特別預算 你都編到的這個潛艦上面 國軍的戰力是上山還是下降 我跟你講絕對是下降 一個國家一年可以給我們的 國防單位的錢 他是有上限的 他資源是有限的 結果你給了這麼多錢 給潛艦的時候 你排擬到誰的預算 你排擬到其他例行為 或預算 國軍只會出更多的包 死更多的人 然後呢更多更重的勤務 包括巧欣一直在追的 非常重要的這個制裁的問題 3月份的時候 就光3月份的時候 大家知道嗎 就已經有9起啊 嚇死人了 然後今年15起死了12個人了 有這麼誇張的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真的是太扯了 他都現在都給你用個 國防機密 所以裝了一副 神聖高大上的樣子 拜託全世界上這麼多軍武 現在全世界到處在打仗 大家都有眼睛 會自己去看好不好 他一定會攻擊說 你又不是軍事專業 就全世界在他最軍事專業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王定宇什麼軍事專業 對嘛 王定宇你什麼軍事專業 那你憑什麼 當國防外交委員 哪來專業 沒有專業啦 只有弄錢啊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